男人是个喜欢给人开炉的变态杀人魔,可她却从没对普通人下过手,因为这种能溶解班手的超能者才是她的目标。 看着满地被溶解的家电,塞拉迫不及待掀开了男人的脑袋,并随着仔细研究对方的大脑后,塞拉竟掌握了对方溶解万物的超能力。 没错,塞拉能通过研究大脑来学会别人的超能力,但这个能力却有着恐怖的富足,会让人变成一个开炉狂魔,才刚刚杀人夺取能力的塞拉,此刻却又盯上了拥有超级听力的修车大妈。 物一会的公子大妈就变成了一具尸体,被钉在了墙上,可随着塞拉杀的人越来越多,她渐渐厌倦了,虽然夺取别人的超能力让自己十分满,但当欲望退去后,她发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家人的爱, 拥有洗脑能力的亚瑟恰巧发现了这个,于是她立马引导塞拉说自己是她的父亲了,不料塞拉却拥有识过狂的能力。 亲手杀死假冒自己父亲的亚瑟后,塞拉将矛头对准了假扮自己母亲的安吉拉,原本已经不想杀人的她,却为了能得到母爱选择再次杀人,到头来竟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,杀了很多人的塞拉已经堪比魔谷,但欺骗自己再度杀人的安吉拉才等待死。